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贺锦丽的丈夫道格·埃姆霍夫 在华盛顿的一所高中参加活动时 遭遇了炸弹威胁 特勤区的工作人员紧急将他转移 学校的学生和工作人员都被指示离开学校 学校也发布了紧急公告 要求所有人撤离大楼 目前还不知道这是否与埃姆霍夫的访问 或非洲伊利10月活动有关 白宫的官员透露 贺锦丽已经与埃姆霍夫取得联系 警方也在学校周围设置了警戒线 华盛顿警局的爆炸物处理部门 正在学校现场进行搜查 自从非洲伊利10月开始以来 已经先后有14所不同的非洲伊利10大学 或者是高中受到炸弹威胁 联邦调查局也正在以仇恨犯罪为前提 进行调查 韩国的汽车品牌现代和Kia 今天向他们在美国的50万车主发出警告 建议将车辆停在建筑物之外 并尽可能的远离建筑物 因为担心车内存在缺陷 会让车辆在不再行驶的期间 也会自发着火 根据声明指出 一些外来的污染物可能会导致车辆的 制动计算模块短路引起火灾 现代汽车召回了超过35辆汽车 Kia则是召回了大约12万6000辆 经销商还将免费更换保险丝 新保险丝将减少进入模块的电量 现代的母公司现代汽车集团 拥有Kia的控股权 两家公司在各种车型上 共享大量的工程技术 然而在美国 他们作为两个完全独立的公司运营 根据提交给国家公路交通管理局的 文件中指出 至今已经有三辆Kia汽车 出现了上述原因 引起的着火问题 健身器材公司Peloton的首席执行官 约翰·弗利今天正式辞职 从明天开始 是Spotify和Netflix的前首席财务官 巴黎麦凯西将接替他的位置 成为Peloton的新任CEO 除此之外 Peloton还表示 他们将会裁掉大约2800名员工 涵盖20%的公司职位 以及减少其拥有和运营的仓库数量 并扩大于第三方供应商的交付协议 这将帮助该公司每年 节省大约8亿美元的成本 Peloton也紧急叫停了 其在俄亥俄州的第一家美国本土工厂 这也帮助该公司回收了6000万美元 此前有消息传出 Amazon Nike 甚至是苹果公司 都有意收购Peloton的想法 不过目前来看 他们还是更愿意保持独立运营的态度 马赛诸塞州政府宣布 作为对新冠疫情下基本员工保护计划的一部分 他们将会在今年3月份 向该州50万低收入工人提供500美元的一次性付款 只要根据2020年所提交的纳税宣报表 如果就业收入至少为12750元 并且他们的总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的300% 就将有资格获得补助 联邦贫困线由联邦政府设定 并随着家庭或家庭的规模增加而增加 对数字不确定的民众 可以登陆马赛诸塞州的官方网站进行查询 所有符合资格的民众 都将会收到邮寄行事的支票 更多详细的报道 请继续收看即将播出的 华语电视晚间新闻